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这一家六口自称被神明附身 在家20天吃粪冲击 互相殴打 互撒严米 点香烫人 家里贴满符咒 阳台上挂满黑衣 直到邻居发现一样报警 听起来很是吓人 咒采用了伪纪录片的形式 之前很火的灵媒 昆池妍也用过 不过俺倒觉得形式不是最吓人的 吓人的反而是那些熟悉的本土化的元素 宗教仪式 骇人民俗 历史典故 就像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讲故事 当这些熟悉的中式元素 配合视觉和音效设计出现在大萤幕上 可比隔壁日本 韩国 泰国 还有欧美那些雪浆恐怖片吓人多了 作为一个恐怖片中毒爱好者 我在B站看过各种各样的盘点 但盘咱们国产恐怖片的却不多 所以这期作为一个七大中式恐怖片盘点 当然这只代表我个人口味 没有排名先后和好坏之分 也欢迎大家在弹幕里补充 你心中最恐怖的国产恐怖片 除了昼 说到弯弯的恐怖片 那就不得不提到这部经典的《双瞳》 它被誉为近年来最好的华语恐怖片 甚至是国产恐怖片的巅峰之作 2002年到现在 评分依然坚挺 众所周知 恐怖片的7.7分已经很能打了 导演陈国富 如果大家不认识 那应该知道风声 制造惊悚和悬念是他的强项 为啥要讲双瞳呢 因为他深深影响了一位导演 陈思成 如果你看过18年的《唐探2》 应该能发现二指的相似之处 比如两部电影都出现过的《道家符号》 当年抄袭一事闹得沸沸扬扬 陈思成坚决否认 我没有抄任何东西 陈国富格局倒挺大 说我不怪他 但知道陈思成非常喜欢双瞳 做个调查 你觉得唐探2是致敬的扣1 抄袭的扣2 电影讲的是两姐妹走火入魔修仙的故事 影片开头 一名孕妇生下双胞胎姐妹 姐姐法力深厚 一出生就此悄悄成功升仙 留下妹妹努力长大自己修仙 医院把姐姐的尸身做成标本 只见他木带双瞳 什么是双瞳 据古籍记载 宋朝有个人叫黄商 木有双瞳 日观千里 能把大坏蛋送进地狱 得到身仙 回到电影 20多年后 室内接二连三出现离奇死亡事件 梁家辉饰演的警察黄火土奉命调查 几起案件中 有人没有水却被冻死 有人没有火却被烧死 有人死了被挖场又塞回去 肚子伤还磕了到符 由于案件牵扯到老外 美国FBI也派了警察凯文来协助 无论从符咒看 还是死者的死法上看 案件似乎都和道教有关 警察甚至在大楼里找到一座道观 双瞳音和这些案件到底有什么联系 看似已经有了答案 又有重重意想不到的反转 非常推荐大家深夜关灯 在被窝里独自欣赏 双瞳把中式恐怖和悬疑 挖掘到了一种极致 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怪奇故事 习俗 长辈口中口口相传的禁忌 是国产恐怖片肥沃的养料 在双瞳里也得到了体现 影片用了大量笔墨 在道家文化、宗教民俗上 不过对道教的内容也有挪用拼凑 比如把皇商说成了皇大仙 宋朝有个叫皇商 也就是香港的皇大仙庙共同的皇商 电影中出现的五种死法 含冰玉、火坑玉、抽场玉、弯心玉和拔蛇玉 也被UP主巴过并非初次到家 而是参考了佛教的十八年离经 还有影片结尾那段话 因爱生幽、因爱生剧 其实也来自佛家 我的理解是 电影混杂了不同宗教的元素 构建出了一个半考剧 半虚构的中式恐怖架空事件 现代大楼里的道观 道观的屠杀戏 至今都令人印象深刻 双瞳也是不少人的童点阴影了 它吓人不是靠Jumpscare的老三套 闪灯、凑脸、巨响 而是细思极恐的情节 阴冷的色调 怪气的邪教仪式 虽不见鬼神 但还是让人感觉阴风阵阵 推荐指数 五颗星 第二部 僵尸 曾经林正英的僵尸系列 在香港电影中有过一段黄金年代 这部电影就像一次对僵尸片的回归 也是致敬 主演钱小豪 就和林正英、徐观音 演过经典的僵尸先生 电影开头 过期演员钱小豪搬进一座屋底 因为事业和婚姻的双重打击 他动了自杀的念头 但是一个爱好炒糯米饭的专业 倒是阿友救了他 钱小豪在这里遇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比如说带着孩子偷吃贡品的女人阿红 自己住的房间2442 曾经死过一对双胞胎姐妹 还有一对恩爱夫妻东书梅姨 形势诡异 还有一个义正义邪的道士阿九 有天东书下楼梯摔死了 梅姨为了能让东书回魂求助阿九 阿九抱着自己的私心 把东书练成了僵尸 梅姨对东书的爱扭曲了人性 为了能让东书的魂回归 把阿红的孩子 推给已经成为僵尸的东书 如果了解香港僵尸电影 你会发现 钱小豪扮演的过期的僵尸电影演员 其实就是他自己 连名字都一样 道士阿友也在英书的僵尸电影中 演过四眼道士 僵尸片逐渐走向没落 电影里的钱小豪也因此失业 最后他大战僵尸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香港僵尸片 最高光的时候 利落的打戏 恐怖的僵尸 勇敢打败僵尸的男主和道士 但画风一转 影片又回到开头 钱小豪的尸体 掉在天花板上一摇一摆 结局就像导演在哀叹 这场豪华至极的僵尸大战 不过是一个末流的演员 脑海里的一场异象 真实的世界里 早已没有僵尸的传说 电影的风格除了恐怖 还有点文艺 有网游戏称是 最伟异的丧尸片 如果你是香港僵尸片的爱好者 那看这部一定不会失望 推荐指数五颗星 诗意 它聚焦的是另一个 封建传统的中式元素 明昏 男主角叫陈浩 又称那个在恐怖片里 疯狂卖肉的男人 他半夜被噩梦缠身 经常梦见自己穿着喜服 塞拜堂成金 有次在马路上捡到个红包 噩梦就一发诡异了起来 影片采用双线叙事 一条是成号的明昏线 一条聚焦在小女孩茵茵 她拥有阴阳眼 总能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导演用一个伏笔 把两条线串在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 一开始 本片男女主死活不幸鬼神 林婆见到男主后说 你硬堂发黑啊 男主作为新世纪 仅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男儿 表示自己八字够硬 一般牛鬼折身不敢近身 结果最后还不是乖乖回去找了林婆 所以在恐怖片里 不做死就不会死 啊 是千古定律 专业的是交给专业的人 不丢人 诗意上映于2015年 里面的中式恐怖元素挺多 比如后半段反复出现的鬼新娘 不同于一般女鬼 在诡异灯光的渲染下带着鬼气 我想到那个红白撞煞的名场面 电影通过特效装和打光来凸显恐怖 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更强 所以如果喜欢追求视觉刺激 可以搜来看看 推荐指数三颗星 山村老师 都市传说类的恐怖片 多是指一些都市怪谈 1998年 午夜凶林在亚洲掀起恐怖热潮 1999年 山村老师在中国上映 因为这部片 幼小的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鬼在白天也是可以出现的 如果这电影也是你们的童年阴影 请扣1 影片的故事很简单 男主阿明是个学生 在一次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玩起了通灵游戏 没想到朋友金被鬼活活吓死 玩过通灵游戏的其他三个好友 也接连出现意外 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友 阿明打算调查清楚这件事 他发现一切是有一个叫 楚人美的厉鬼在作恶 楚人美的丈夫是个渣男 但他想赢取白富美 又想保持自己真人君子的人设 于是诬陷楚人美通奸 楚人美于是被村民用乱石砸死 其实现在回看山村老师 这些恐怖情节已经有些老套 比如这些白天出现的鬼 仔细一看 长得还有些清秀呢 楚人美和真子一样有长发盖脸 当时是把不少人吓得魂飞魄散 除了这些恐怖的噱头 电影的内核还是挺东方的 比如悲惨的鬼角色 加人性的恶念 讲的其实是楚人美的悲剧 一样是在批评封建礼教的虚伪 封建制度下 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 是维护男人亲遇 可以牺牲掉的工具 而被迫害的女性 最终会成为厉鬼来索命 主题还是有一点深度的 推荐指数四颗星 2002年的Office有鬼 舒淇 冯德伦 莫文蔚 陈小春主演 基本是港片神仙阵容啊 美女不少 这是一部讲在办公大厦里闹鬼的电影 特别适合上班族或者是加班族观看 故事由三条线组成 地点发生在一栋大厦 据说每年都要死九个人 第一条线是莫文蔚饰演的股票公司职员 在厕所遇鬼 也是都市怪谈里常见的套路了 第二条线是冯德伦遇到了穿着红衣的舒淇 同时还看到了一个白发白衣的女人 这个故事有点细思极恐 讲的是鬼利用人的善意 用谎言去迷惑人 最后让人成为鬼的踢死鬼 鬼才能成功投胎 最后这条线主角是陈小春 他演了一个富二代 染着一头黄毛 靠着老爸留下来的公司挥霍无度 公司总共就只有五个人 一个是自己的女友 一个是同学 还有在公司干了一辈子的玛丽姐和老陈 以及一个打酱油的角色酱油姐 值得一提的是玛丽姐的扮演者罗兰 也是港片《著名鬼后》 拍过近百部鬼片 陈小春为了省钱 想辞退玛丽姐 甚至刁难她 让她来家里当保姆 但玛丽姐看着她长大 早已经把黄毛当成自己亲儿子 后来全公司人遭遇车祸死亡 玛丽姐带着其他四个人的鬼魂 一直守着公司 等黄毛从国外回来才去投胎 就是为了和黄毛告别 缺她改掉顽固的性格 好好做生意 之所以想推荐这部Office有鬼 除了里面男女主的颜值外 也是因为陈小春这条线的温情 鬼不一定都是恶人 鬼不是只会索命 她也会放不下亲人 有七情六欲 看似是个恐怖片 背后的结局令人暖心 陈小春的表演 也给这部分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 不过在玛丽姐她们显出真身的时候 特效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可怕 推荐指数三颗星 后面还想再私心讲两部小众的 一部是我的童年阴影巅峰 咒乐园 想当年我还是个天天吵着 我要去迪士尼的小屁孩 直到有一天我打开了星空卫视 也正式开启了我的童年噩梦 现在看这电影 其实背后大佬云集 有影后灰英红 还有无见到的导演刘伟强 故事就和片名一样 讲一堆青年男女 去闹鬼的游乐园做死 然后全灭 电影里有不少名场面 现在仔细一想 还真是各类鬼片元素大集合 比如被鬼附身的小丑 咒乐的小俊雄 此生来了的鸽头术 用相机封印鬼 神四恐怖游戏零的设定 最最要命的是 这电影中间还有一段是3D的 我幼小的大脑 第一次接触3D就献给了他 想想看 童年阴影系列 也只有疯狂的兔子 可以和他一较高下 不过电影的主题曲还挺好听的 当时循环播放了好久 来自陈文元的快乐玩 推荐指数3.5颗星 还有一部恐怖片就更小众了 当年因为题材过于前卫 还被判定为三级片 那就是1990年的阿英 蔡康永编剧《丘刚健》导演 《丘刚健》也是人在纽约和阮林玉的编剧 张曼玉影后的助推者 为什么推荐他呢 虽然阿英采用了罗生门的叙述方式 但我却觉得 它是部中国聊斋式的恐怖片 琢磨于人鬼殊途的情感 王祖贤饰演的阿英是县令之女 她被父亲许配给五举《丰青云》 在一次出门时 两人遇到强盗雄艳 丈夫被杀 阿英下落不明不知死活 现场留下来的一个烟织盒 表明甚至还有第四个人的存在 案情扑朔迷离 是谁杀了《丰青云》 阿英有没有被人玷污 在后续故事里徐徐展开 阿英没有什么血腥暴力的镜头 也没有常规惊悚吓人的jumpscare 舞台俱士的表演 阴冷的画面 诡异的妆容 形成本篇独有的风格 王祖贤演的女鬼 三分大家闺秀的娇憨 三分女鬼的媚态 四分诡异 阿英让我害怕的 不是吃妹王俩 而是封建礼教下 扭曲压抑的人性 欲望无法宣泄 礼教是锁住所有人的枷锁 封建父权下 女人被迫接受冰冷的婚姻 贞结甚至比生命还重要 男人则虚伪至极 电影里的县令 明明是在看金品梅 却说自己在看珠子 要不是看到书里写着西门庆 还真骗到我了 这部电影的细节和寓意 让人深思 适合不喜欢雪星暴力恐怖片的小伙伴 推荐指数三颗星 好了 本期视频就盘到这里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 想听的国产恐怖片 可以打在弹幕上 喜欢的话我们再做一期 记得点赞关注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